大家新年快乐呀 今天穿了一个红色的 我自己印象中啊 就是每个地方过年都要穿一个红色的衣服 是不是 反正我们过年的话 红色代表喜庆 所以女孩子还是男孩子 都会搭一个这样红色的一个葬式内搭 然后会带一些红色的呀 喜庆一点的一些葬族首饰 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的一些首饰 这几个是比较便宜的 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当时是给了四五十块钱 很便宜 然后戴上去的时候也会很好看 就是这种的 还有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表姐 次样她送给我的 她很喜欢那种手工的 所以就弄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也很好看 很多现在小孩子都不太喜欢那种 特别藏子的那种 但是我的话特别喜欢 男时候拿一些藏族的首饰藏装 藏装都特别喜欢穿藏装 这个是一个天珠 这个也是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的 去外面带很多人会问 就是八块钱的那种话 价格我就不说了 然后哎呦来来来来最值钱的 我这里最值钱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绿松石看到没有 这些是正宗的 这个是之前需要去一个活动 然后当时我妈妈就是寄过来了 这个样子 这个是应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种 然后这个不是蜜蜡啊 应该是仿的 身上的蜜蜡颜色不是这种 看一下 就是这样 让我给她们带出来看一下 就是这种效果 很好看吧 哦对了 这次就是我收到了一个春节礼物 给大家也分享分享 看一下这个是新春礼物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它这个是春节的一个限量版礼盒 看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 跟我今天的衣服是不是很搭 上手试一试 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皮质也非常的好看 单独带的时候是这样子 反正红色在我们过年的时候 我感觉中国整个地方都是一样 非常喜欢带红色 这个单独这样带也是很好看 看到没有 来 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大家最喜欢问的一个 就是我的藏刀 看到没有 这个是我的藏刀 平时就是穿藏袍的时候就会戴上这个 藏刀以前确实实是 它是藏族女孩子在野外就是挖虫材呀 或者在这个放牛的时候方便吃肉的 现在大家都当成一个手势一样 它这个刀是不能拿出来的 因为它是一个饰品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刀 这些都是皮质 跟我们就是手表的皮质也是差不多类似的 然后这些是银做的 这个现在的话价值我也不会更了 还有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我的一个首饰 也是戴在两边的 就是脏袍下面的两边 看到没有 这个也很好看 另一个就是这个的话 哎呦太可惜了 我这两边是有的 然后当时我去放牛我就拍视频啊之类的 然后我就把这两个给丢了 然后但是没问题 没关系 就这样戴着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藏族女孩子以前的一个钱包 它为什么说是钱包呢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 以前这里面是塞一些钱的 但是现在一个都没有 就是这样啊 都是纯银啊之类的 但是这两个价值的话肯定是藏刀要贵一点 然后呢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 就是以后我年龄大了肯定是一个非常留恋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是我妈妈纯手工做的一个藏式的腰带 我们有四个兄弟姐妹嘛 每人都有一个我妈妈做的 反正我最珍惜的是这个 我平常都是比较重要的时候我会把它戴上 我妈妈也会卖一些1500到2000个 在市面上买的腰带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35块钱 我就平时就放牛的时候会把它戴上 还有一个就是邦典 大家应该见过 这个是我们藏族姑娘的一个围裙 围裙也是一个装饰这个样子的 看到没有 拉萨这边的话它带来就是已经隐婚的 但是我们那边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些 反正今天的东西感觉红色的特别多是不是 我们今年也过一会儿年 毕竟我做了自媒体以后认识了很多外地朋友 我也想庆祝庆祝 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 扎西德烈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然后万事如意 拜拜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